今天我们有特别来宾来到现场 我们来欢迎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 王建民博士来到现场 欢迎你早安 欢迎你早安 今天我们要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马来西亚的经济这一方面 是 一开始接手的时候 你最烦恼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什么呢 基本上在国际贸易这个部门呢 工员是非常专业的 所以对我来说在贸工部那边呢 矛盾不是很大 不过挑战是很多 是因为我们主要的责任就是要 吸引更多投资者来马来西亚 有人知道呢 就是我们的部长刚刚从中国回来 又是有去很多挫伤的一些东西嘛 对 可以谈谈经验吗 从中国回来 主要目的是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要跟中国解释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新政府的政策 第二就是 我也是要亲眼去看看中国最新的发展 经济发展发展到怎样 第三就是要比较熟悉政府的那些政策 敦马貌似好像比较喜欢偏向向东学习 那你怎么看呢 其实对我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首相不单只是注重日本 不过同时他也是注重中国 是因为去中国的时候是非常隆重 但是强调中国是非常重要 对马来西亚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跟贸易 你也是可以看到首相是有很多新的计划 要从中国那边学习跟要求的 那其实以带一路现在的那个走向是怎么样 我们是继续支持一带一路的那些project 对 不过我们也是要强调 如果要来马来西亚投资有几个条件 一个是要比较高技术的那些投资 我们才欢迎 第二个条件就是一定要给我们企业家 机会跟中国的那些投资者配合跟合作 第三个条件就是一定要给马来西亚的员工机会 那当然另一方面呢还是关于这个摩采车 就3.0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发展 有很多人不了解 其实我们在这个茂工部那边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 要协调这个国家汽车政策 不单只是要提出这个3.0的这个国汽车 不过还是有其他的项目 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看法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Electric Car 我们也是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政策 比如说必须要有Charging Station 对我们经济的方面来说是可以带动其他的那些企业 预测一下马来西亚未来五年的经济趋势到底怎么样 五年后呢我是认为有几个重要的重点 第一我们的国家债务一定要减少外劳的那个数字 非常高的信心我们也是可以减少这个外劳的那个挑战 第三从这个外地投资政策的方面 我们可以吸引更多高技术的投资者来美来西亚 从这个企业的方面来说是可以给他们一个高费职业 当然还是说到要吸引一些年轻人或是留学生 回来马来西亚服务的话觉得不懂这边有什么建议 其实对我来说现在蛮多年轻人是要回来马来西亚做工 第一个是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发展国家之内 他们的政策也是越来越严格 不允许外地来的那些高教育的留学生在留在那边做工 同时我们有新政有新希望提高了他们的希望 有什么话对马来西亚的人民说 最后来说我是希望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可以好好监督我们新政府 同时也是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去协调我们的政策 五年之后我非常高的信心我们的宣言承诺大部分能够实行的 OK好 大家全民一起努力了 好 今天非常感谢王建平副部长 谢谢 谢谢